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些民航科技的发动机很特别 它们的尾部喷嘴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平的 而是像这种花边一样的锯齿状的 甚至有一些不仅在外圈带有锯齿 连里面的那一圈上都是带有锯齿的 所以问题就来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老师百科全数火箭术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显然它不是为了好看的 尽管我个人认为 它的确比平但无奇的普通喷嘴要更好看一些 但其实它的作用是为了降噪 怎么降呢 为了说明这点 我们必须先要来了解一下 造成航空发动机噪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才行 简单来讲 主要就是由于两种速度差异巨大的空气 在混合时会发生强烈的摩擦 这种摩擦会制造出湍流 而湍流则会带来噪音了 所以你看 如果两种空气在混合时的速度差异越大 那么摩擦自然就会越大 由摩擦所造成的湍流也是比更大更大的湍流 当然就带来了更大的噪音嘛 喷气式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呢 就是通过把前方自由流动的空气吸入到自己的核心 在加压燃烧后猛烈的向后喷出 来制造出反重力将飞机推动起来的 所以由它的喷嘴所喷出来的空气速度呢 就自然要比周围的空气速度快上很多 根据我们刚才说过的原理啊 在这两种空气混合摩擦之后 其产生的噪音自然十分惊人了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学校附近还有一座军用机场没有搬迁 所以一旦他们开始训练 我们就要做好接受噪音的准备了 经常刻上了一半一架呼啸的飞机 从头顶的低空这么飞过去 就把所有的声音都淹没得干干净净了 年轻的老师会继续撕心裂肺的大喊 而经验老道的老师呢 则会停下来 慢慢的端起 泡着菊花枸杞加胖大海的茶杯 轻轻的桌上一口 享受着难得的片刻清闲 但是附近的居民就不会这么淡定了 所以放眼全世界 随着民航业的发展 对降低喷气式发动机噪音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了 那么请问如何降低 你刚才一定认真听了 所以知道只要降低发动机 喷出的空气的速度就好了 但是根据推力公式 推力F等于发动机出口处的 空气质量流量乘以速度 减去入口处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速度来看 在不能提高空气质量流量的前提下 如果减小喷气的速度 推力也会大大减小的 是啊 噪音是减少了 但剩下的推力还能不能再推动飞机呢 这可就不好说了 那你也许会说 咱们能不能把空气质量流量加大以平衡减少的喷气速度呢 可以的 螺旋桨飞机就是这么干的 你看它巨大的螺旋桨 在旋转起来之后就形成了一个虚拟的进气口 一次能够吞下一大口的空气 虽然往后推出的速度呢 并不是很快 但也依然能够提供足够的推力 那喷气式发动机也这样干不就好了吗 把进气口加大 吸入更多的空气 再把它们以较慢的速度给喷出去 诶可以吗 实际上是不能这么干的 因为单纯的喷气式发动机啊 效率是很低的 它通过将燃料与吸进来的空气混合燃烧 制造出高速的气体 然后再喷出带来推力 所以吸进来的空气越多啊 所需要混进去的燃料也越多才行 然而在把这些燃烧后产生的高温高速气体喷出时 其中却只有高速是我们用得上的 高温完完全全就浪费掉了 它白白带走了很多的能量 而且喷的越多呢 浪费的还越多 航空公司怎么受得了 他们巴不得一滴燃料都不浪费才好呢 反倒是军用飞机不那么在乎而已 所以在民航发动机那边呢 他们真的是希望被吸进燃烧式的空气越少越好啊 那就很矛盾了 喷的气少了速度就不能慢啊 速度慢不了噪音也小不了啊 怎么办 幸运的是啊 这种矛盾呢很快就被材料科学和工程设计的发展给解决了 人们设计出了更大也更耐久的风扇 并把它装在喷气式发动机的涡轮上 就变成了如今的涡轮风扇发动机了 它是这么工作的啊 在喷气式发动机的前面呢 再扣上一个大风扇 只有进气口中央的一小部分的空气 在通过风扇后进入到喷气发动机里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发动机的核心 在加压混合燃料燃烧喷射之后呢 它把大量的能量都用来推动尾部涡轮的旋转了 而涡轮轴是连着前方的大风扇的 于是大风扇呢就快速的旋转了起来 将通过它的空气加速推向后方 从发动机核心的外面 发动机外壳的里面夹在中间 怎么就被喷了出去 由于根本就没有燃烧啊 所以相比起核心所喷出来的空气呢 是既凉又慢的 但是它质量大啊 所以提供的推力也很大 而且它不热嘛 所以浪费的能量也很少嘛 效率也就相应的提高了 还有一个很关键啊 它速度慢了 跟周围空气混在一起似的摩擦也小了 噪音自然也就低了 所以你看啊 现在的民航发动机呢 是越造越大啊 其实并不是把核心变得更大 而是想了法子把前面的风扇变大而已 好让更多的空气从核心的旁边被吹出去 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降噪 它们叫做高旁路比发动机 装在波音747-8和波音787上的发动机呢 都是这样的 好了 到了现在 民航科技的发动机噪音 确实已经比以前小了不少了 但还有没有得降呢 可以的啊 那就是要进一步想办法 让两种不同流速的气体更温柔的融合了 工程师们呢从猫头鹰的翅膀上看到了希望 哎 其实人们很早就发现啊 夜行的猫头鹰呢 是飞行最为安静的动物之一 它所发出来的飞行噪音呢 只是同等重量其他鸟类的几十分之一 甚至还更小 咦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通过研究啊 科学家们发现 秘密很有可能就隐藏在它们的翅膀里 尤其是那些呈现出巨齿型排列的伪元了 哎 于是在计算机仿正软件的帮助下呢 来自NASA和波音的工程师 终于验证了这个猜测 锯齿型的设计 会使高速喷出的气流提前产生出湍流 使它们在与周围的空气混合前呢 就变得更碎了 从而避免了更大湍流的产生 这有点像是把一颗冰糖提前敲碎了 撒到水里面 比把一整颗丢进去更容易溶解一样啊 在使用了这样的锯齿型喷嘴之后呢 据说在发动机最大推力时噪音能够减小6分贝 6分贝听起来好像被水测星啊 但是分贝其实是个比值单位 所以表现的是一个变化率 降低了6分贝 实际上代表着75%的噪音量降低 一点也不少吧 所以啊 有的时候一样改进呢 看起来好像很小 但实际上却意义重大啊 好了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 下一期呢 我们继续讲一个小改进所带来的大改变 下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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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наконец